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来听听水果商的心情 我们先来听傅秘的心情 现在中国照政府的说法是突袭了 突然之间就是我们的私家 我们的乃乌 不能进口到中国 那农民现在就血本无归 欲哭无泪 你怎么看这件事 我觉得其实我们的政府 对中国那边的了解程度 非常的低 像陈吉宗很低 非常的少 因为陈吉宗前证也讲说 粉戒壳虫就熏征就好了嘛 大陆应该要让我们熏征后进去 可是大陆在2015年就已经修法了 它只要验到了虫就是退 它不接受熏征 那你觉得中国是针对我们吗 中国当然说 我们会觉得说它针对我们 没错 可是这个事件跟凤梨不一样 凤梨是产季已经开始了 它马上进 所以你在228那一天 台湾去了800多顿 为什么大家要抢最后一次的凤梨赶快去 不然平常一天也不到800顿 2月28那个行字 800多顿的凤梨过去 凤梨是产季开始了 可是你连雾跟世佳产季还没有开始 还有一个多月时间 产季才正式开始 因为你连雾跟凤梨世佳 其实在6月左右 已经开始没有过去的品种了 所以从6月开始 其实是因为天气热产不出来 那真正实际的产出 大概到11月这种外销品种 才开始产出 所以你现在买到的世佳 就要大肉食材 那是国内吃的品种 那个是国内为主 部分出口到香港为府 所以中国在这样做的时候 代表说我给你一个月时间来谈 它是给你谈判时间 对 它是给你谈判时间 为什么 这也不算突袭啦 对 因为现在没有这些产品 那在过去来讲 今年8月13号 中国禁止了泰国龙眼 也是用你有粉线可从的名义 马上就禁止了 所以中国在禁止的时候 都是直接禁了 而且没有期限 所以你就是来谈 所以他现在 泰国花了四五天的时间 就跟中国谈好了 那中国就马上又开放了 那我们陈吉仲应该去谈判 不要在这边口水啦 一起怕阿贡你没有用啊 对啊 所以我觉得说 或者老百姓的合八着想 你也要赶快去谈啊 对 我觉得说农委会政府的角度 是你要积极地去解决问题 那这种谈判是陈吉仲去谈吗 当然不是嘛 我们海峡两岸的沟通单位 应该是陆委会 谁去谈不是重点 重点是陈吉仲这个时候 要赶快努力促成这样的谈判嘛 对 而不是一直在美阿贡阿贡 你就是针对我 人家泰国他也是这样啊 他也没有针对你啊 对 他今天就讲说 你看中国对泰国双标嘛 你看泰国谈了就过了 我们就不理嘛 他就说是中国双标嘛 那我就觉得说 问题是我们有去谈吗 他一直 他现在就讲说 中国都以毒不回啊 所以我们要去谈 不跟我们谈 对 他的态度是这样 可是我觉得说农委会的单位 应该是一个幕僚单位吧 在这一种的官屋的谈判 这种以往跟大陆的交流 应该也是以海基 海基会 以陆委会为主 这应该农委会 没有直接的关系 那我个人是觉得 民进党找不到 谁来跟中国接触 去谈这些事情 这是现在比较大的问题 所以他只能用就是说 我要去WT告 那人家问他凤梨告不告 他说不告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卖给中国了 所以现在不是 是中国需要我们 是我们不卖给他 对 我觉得说 那我们是起来跟安安部 我们也不要卖给他 对 那 有本事成绩中的这么讲 你做产业 差几十亿啊 阿冠 你跟泰国一笑吧 他有没有本事说 那没关系我也不要卖给你 他有没有做产业分散 你跟老公翻臉 农民就饿死啊 不是 你搞社运 可以这样的态度 可是你站在产业 站在一个商人 站在一个外交 不是这种态度啊 他不知道可以谈 对 他不知道可以谈 那他还坐在那个位置干嘛 民进党政府就是不想跟老公接触嘛 不想谈吧 对 可是你不想谈 你又享受这些带来的政治红利啊 因为中国在这些的确就是让利给我们啊 对啊 那你以前一直骂国民党说 你是跪着去求这些东西 那接下来你还是一样 继续依赖中国啊 这个问题你从来没有改变过啊 我们来听陈其重对泰国龙眼 以及中国对台湾的联雾世家 到底是不是同一个标准 在陈其重的理解 他认为这是双标 有人质疑 农委会双标是不是觉得很不公平 其实双标是中国不是台湾 我们跟纽西兰是双方先谈好 那其实如果跟中国没有事先谈好 那处理的方式就是自己做下来 所以我刚刚讲的 为什么双标是中国不是台湾 他处理泰国都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针对龙眼的借壳虫 来这样的处理 可是为什么对台湾却全面的禁止 我想这个就是典型的 中国是双标不是台湾 其实陈其重是欧良赛倒了 第一时间中国也是对泰国龙眼 马上禁止 跟我们一样 差别是泰国也去谈 我们没有谈 那我们没有谈到底是我们不想谈 我们不知道怎么谈 我们没有对口 还是人家不理我们 那这是罗生们 但毕竟我们没有经过谈判这个过程 所以就不可能再重新开放 所以现在呢 农委会到底有没有拿到解方 有没有找到解药 农委会说那这样好 我怎么解决问题 我拿十亿出来补贴 又来了 每次都这一招 这是他的旧水果三部曲嘛 第一件事情一定开始骂阿公 对不对 愁中 接着呢 就拿钱出来补贴 接着呢就鼓励全国来吃水果 吃水果运动 吃爆他 对 自由水果运动 对 然后呢 我跟你讲 简单讲农民的 其实农民 一是陈其中主管的 农委会主委 二农民百分之八九十四 投给民进党的 可能没有人在意他这种核心选票 然后他要的是政治红利 孰清孰重应用之妙 重乎一新 民进党非常非常厉害 每次就是贴补啦 然后仇宗啦 但是补贴每一次都爆发弊案耶 都很多人去骗补贴 不要以为只有中国骗补贴 台湾也很多人在骗补贴 对啊 以前说凤梨啊 那时候不是说 我要鼓励外销老公进我们 然后大家就抢这个钱耶 审查很松啊 有一个做那个贸易的 做袜子的 做袜子你去骗补贴 对啊 这个我要讲一下 今年出口第一多的 是本来做皮件的贸易算 对对 你看皮件 所以这不算骗补贴咯 不然我们以为 做袜子也去拿补贴 就是说会 就是说像我今年初期 因为我今年三月 已经跟客户228之前 我已经跟客户谈好 接下来的供应了 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啊 我跟你讲价格只掉了一天 第二天就涨起来了 到第三天他们说 说好游哥 你这个价格农民不愿意耶 太低了 就我本来根本谈好的供应价 都不接受了 对 所以价格就整个被炒起来 那炒起来我就跟他讲 农民如果有更高的人 有其他人有更高的价格 想买就让他们去买 所以这时候就很多 不是做凤梨相关的叶子 就跑进来买 这个后遗症 他们有幸运 因为他们是农业的 做出口嘛 像副理事长做出口 可是做皮革的 做袜子的 他们就赚这一票 他们也不懂 然后就骗人家 商人很会 那个嘴巴很会乱讲 说我这个凤梨是蜜凤梨 蜜凤梨是很贵的 其实不是蜜凤梨 所以被日本骂死了 这会斩断以后 他们正常做声音的农民 所以这些做袜子的 做皮件 我要先搞清楚 他们之前都没有在 进出口水果 没有做水果 那是因为农民会有补贴 他们才来蹭补贴 是 因为做卖袜子 可以蹭到变成 出口量最大的出口商 对 那这当然就是骗 就是骗嘛 那你要审查嘛 那农民 你不知道旧农民 你当那个袜子 跟做皮革的变骗子 然后国家的生育毁于一旦 以后他们纯农业怎么做 第一个 第二个台肥 台肥说弄肥 补助肥料 是 之前有过肥料补贴 那一包补助一百块 那你知道 他上游政策下游对策 他怎么弄 他如果劣质的 跟好的混在一起 那是每包就赚一百五 一百块补助 那那个包数就变多了 量就变多了 因为你一半是劣质的 那以后撞到农田也不好 那这样就被这样的人 骗了一千两百万 都没有在把关 而且这种厂商 它有什么风险 它被抓到有什么风险 没有任何风险 为什么 因为罚单最多开二十万 因为你违反肥料相关的管理法规 罚单最多开二十万 那他原来补贴到的那一千两百万 要不要吐回去 那就看政府有没有法规能追回 如果没有 他只要罚这二十万 顶多肥料被撤牌 肥料登记一个牌 五万就有 所以他是小成本大获利 所以我不是说农国会不能补贴 而是农国会这个钱 有没有补贴到真正需要的人 实际上还有 还是丢到水里 还是给有些人上下棋手 像日本 日本的对香蕉 纽西兰芒果 以及纽西兰的荔枝 也对我们禁止 可能有虫什么对不对 什么东方的果蝇 然后他进 然后我们尊重 老共一进 我为了蔡英文选票 我就对抗 仇中就干起来 一种到底是农国会主委 还是他的御用的一个 一个政治的测试 我不知道 另外国军王 还是他的选举装脚 是 大装脚 选举装脚 动员机器 国军更可怜 国军最可怜 我在你节目 听国军讲个话好不好 所以国军现在会不会 三餐都吃 这家跟链鱼啊 那你记得你记得 自销被退货的 不是 我记得那时候 凤梨事件 凤梨居乱的时候 他们所有的菜色都是什么 凤梨炒饭 凤梨炒什么什么凤梨 凤梨啦 世家啦 香蕉 反正自销的 弄不到都给 通通都塞到国军那里 然后莱猪 国人不吃给国军吃 凤梨吃水果吃成这样 国军就变成果蝇了 我们希望他的虎头蝇 去遮老公啊 不能打仗啊 你把他们身体吃坏啊 怎么会这样搞啊 我觉得 我们的凤梨价格 可能会崩盘吗 因为现在外传 农民恐怕会 大规模器材 现在中国下重手 台湾的凤梨价格 恐怕会崩盘 对 这孤梨炒孤梨炒 都是会好不长时间 最正翁来的 这老百姓 是说我们台湾的 农虚目的这个农民来说 真的是爱靠没面子 每次发生的事情 每次一年来 就是你出现这个 同样的虎局 同样的表演 第一次吃 好 所有的书长 民意代表 王来来几斤吃 慢慢的 你平时不要吃 你外国吃 你一天我都吃几斤 对吧 香蕉饭饭 大家吃香蕉 你不是狗啊 你一天我都吃十二年 对吧 第一次吃 都来呢 开始 好 看什么 都在乌外政 叫你不要政 你怎么乌外政 王来 2000空 2000空 11年的时候 我们台湾的政策 9000空 29空 3公斤 去年2017 6年 1万1450公斤 只有这6年里 这个加26% 都是您乌外政 但是我们有 我们有监管机制 是啊 刚才开始 補助用錢 用錢說的事 回來呢 美女都幫 後年都幫 當年都一樣 每天都演不成 每天都演不成 我們每天都來這裡抓王來 一台我現在已經成功了 我跟你說 王來是這樣 三月屏東出 四月就是高雄台南出 五月六月就是嘉義分林出 一直到往北出的 我們只說屏東就好 屏東只有一年 今年差不多有1萬2 12萬至14萬檔 12萬至14萬檔 我們五年去燒日本多少 300檔 燒今年600檔 一個是萬檔 一個是檔 王來是不敢放 王來這如果開始 第一眼開始在紅的時候 兩天你如果不敢放 兩天就變三眼 三天就起來了 四天就整個都紅 沒有人要吃 所以不放一個 你現在說你們家有 賺差不多兩三家庭請八的人 來採收王來 一個禮拜才要採收三萬檔 一個人一天差不多1500 這千八塊 就是說你這樣一天要花一萬二幾萬四 沒採都不 沒採都不採 採起來如果賣不出來 還是放在先上 所以採不採收 面臨掙採嗎 對 但是王來 我們說兩千塊 那兩千塊十八年就好 2018年也崩盤過 對 二百榜 但是在過去三年 王來平均價值十七塊公斤 十七塊至十八塊 崩盤還剩幾塊 剩五塊 麥仔剩一塊 趴也剩一塊 你如果想說老百姓 看這樣 新鮮人家 麥菜要買 麥菜要買 我們說到王來和香蕉 這是我們台灣 每次都鋪到 那香蕉也是黏黏在封 那說到香蕉 這真的還會比較要受 如果香蕉六十年 我們在日本 在日本的起漸是90% 那時候五千歲的時候 整個香蕉的外銷 在日本我們現在90% 到一年 剩三% 到九年剩一% 去到福利賓的香蕉 碎碎碎碎碎碎碎 碎碎碎碎碎碎 台湾的香蕉碎 為什麼是福利賓 人家福利賓的香蕉 都有SOP 都有標準化 每一支香蕉 都一樣 都不像什麼一樣 我們台湾的香蕉 不是大衣 蟻 紅的 青的 金本 去到那裡都沒拚 我們這些農委會 我們這些大冬 你們這裡到底是 在創什麼 麻糕 每次我們的農委會 主委都說 我告訴你 不要怕 阿倫 那金蕉 我們現在在那個 培法局 現在差不多十三塊 中的十塊 最佩的七塊 但是他搞不清楚 但是農民說只有六塊七塊 我記得 是 金蕉有三塊的價格 一個是三樓的 那個三樓的價格 產地價 三樓就是花樣去收的 不然就是那個 你交農會 那個三樓的價格 剛才就是培法的價格 再來就是零售價 就是果菜運銷工薪的價格 果菜運銷 這個中間 它有一個牆口 我們說真的 比如說一瓶金蕉 一斤的金蕉 我們賣 第三個是幾斤的你賣 一公斤六塊 一斤的金蕉 三十公斤就八八塊 八八塊回來 他現在切成幾筆幾筆 就了解 三十公斤剩二十五公斤 這樣他本來六塊 本來一公斤六塊 所以他會有些耗損 對 耗損 剛才我們現在金蕉 要賺到台北的時候 甚至要賺零售 一腳零售就四塊 一零售也可以賺十五斤 平均一斤就兩塊四 一個零售 運到台北 要四十塊的運費 四十塊運費 你把25加下去 然後來到這裡 普通貨店都要錢 農費要收兩%到四% 果菜市場管理學 要收七%到八% 打不然要收一個運費 三% 這樣加起來 第三塊六塊 來到台北超要多少 差不多 他的本錢 差不多是十七塊三個月 十七塊三個月 你說台北區要一條 十三塊 很好購 我今年不錯 十三塊 我跟你講 阿婆找過多少 一生要撩六十塊 所以說 金蕉籠真的要負責 說他就聽不到 他現在說沒有 台北極是十三塊 產地六塊 台北十七塊 是啊 十三塊 不錯啊 每次都這樣 每次都 我說天理公帝 我說校長 你說飯 你們這裡 偷窄也在偷到哪裡去 你偷 偷數就不好 偷偷數要死 偷偷跟農民都對價 所以我們的農委會官員 如果連產地價批發價 跟零售價都傻傻分不清 甚至於過去 相較在崩盤的時候 明明農民在產地六塊錢 已經了解 他會說 唉唷 今天不是十三塊不錯嗎 但是剛剛憲哥仔細算了之後 算裝箱費 算運費 算管銷費 算拍賣的櫻花稅 算上去之後 其實農民是虧錢的 農民的心酸血淚 我們的政府官員 真的搞得清楚嗎 所以我們的鳳梨果農 遭到重擊 農委會說要出招救農民 第一招是 要花十億來補助 問題是怎麼補助 什麼方案 什麼配套 都沒有說清楚講明白 第二個呢 說我們要分散外銷 不能把雞蛋壓在同一個籃子裡 我們要新南向 我們要賣給日本 我們賣給澳洲 我們來聽立法院 在今天針對這件事 也進行了秩序 蔡總統105年5月20號就任 當時新南向國家賣了11噸 全部賣到大陸27855噸 我們賣到新南向賣了多少 你嘴巴上說 跟實際的結果是不一樣嘛 市價也是如此 聯物也是如此 全部都集中在中國大陸的市場上 新南向的成績是幾乎是 不敢講是零 幾乎就是零啊 我們能做生意 我們做生意 而對中國我們從不排斥 2017比2016增加150億台幣 2018比2016 又增加200億的農產貿易台幣 所以實質上都有在進展 不能拿少數的幾個水果 依賴對岸市場的 來說我們新南向跟外銷 中國以外的市場沒有績效 好 我們政府說我們要拼外銷 其實不管是農民或者是一般的民眾 我們看到的是要看到政府的一個政策 民進黨政府2015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在選舉的時候 甚至於2016年當選執政了之後 冬天說 你不能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面 萬一台幣如果沒有想法 我們現在不知道要銷唾下去 好啦 經過五年多了 五六年了 是怎麼這個問題現在又到了 那這個民進黨政府很厲害 不能夠選舉 又很夠做大內宣 剛剛你看到這個農委會主委 你不能說單一的鳳梨 你又要說幾大堆 好 看看 那我們來看到 我們看一下 我們前進站到底如何 先看剛剛那一張 我們來看鳳梨 先看這張 澳洲有沒有大突破 我們要去澳洲囉 對啊 台灣的鳳梨 我去成功開拓外銷市場 你怎麼不說幾大堆 你怎麼不說好家說飯 說其他的水果 你怎麼會跟他講王來 好啦 那現在碰到鳳梨 我當然跟你講鳳梨 你講說鳳梨在澳洲大突破 好啦 我們知名食安農業政策評論 林北好友 他就翻出了 蔡英文在2020年的時候 去年3月宣傳 鳳梨成功外銷澳洲 結果外銷澳洲多少 他去查了只有56公斤 56公斤還是公盾 你要講清楚 他只說56公斤 他去查了 56公斤 56公斤 真的假的 你去看我看看他 他想說台灣成功開拓外銷市場 那今天他就去查了 查講說鳳梨銷到澳洲多少 結果查證官務署的數據 才發現去年只有56公斤 結果今年 一公斤都沒有 明星你剛才說這個王來 這王來一隻抓起來 差不多一公斤 一兩公斤 那在地上 我們這幾隻起來 就十多小孩 你今天銷到澳洲去 算了 你弄這樣大突破 56公斤有什麼好大內宣的 那今天 我們費洪泰委員 在立法院質詢你 拿出的是什麼 拿出是朱立倫 他在這一個臉書上面 所分析的 好 我們來看 這是朱立倫 臉書上 他講什麼 是新南向一百倍 我們來看紅海 你2015年 2016年 你就說新南向 新南向 鳳梨中國大陸多少 從105年 中國大陸 我們就不看這個過程了 最新的數字是 42121公噸 四萬多公噸 但是我們來看 新南向的國家 只有461 換句也就是說 中國是新南向的一百倍 如果不要只講鳳梨 我們這裡看到有芒果 石器 蓮木 我們都看好不好 芒果呢 中國是3983 蕭往新南向是379 也是一百倍 然後我們再來看 石器 石器 一萬三千 中國是13588 這個更少 新南向是68 這兩百倍 對 我們再來看蓮木 中國是4792 新南向只有8 8這筆 菜市場不會更少 但是600倍 600倍 所以分散外銷 方向是對的 問題是為什麼 數字成績單這麼慘 阿冠 分散外銷是對的 是對的 可是你過去從2015年 2016年你職任之後 這五年多以來 光講這一個鳳梨就好了 你消去代表是年年成長 是年年成長 你過去跟我說 所有雞蛋不要放在 同一個籃子裡面 結果 你民進黨政府 你整個是姐姐成長 國民黨政府在執政的時候 你講說雞蛋不要放在 同一個籃子裡 等到你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你還超越國民黨 年年成長 現在農民回事了 那你兩岸要交涉 你的政策是怎麼樣子 你現在如果講說澳洲可以收 好啊 那澳洲要收的話 你知道那程序多麻煩 那如果送去澳洲的時候 你還要經過的一個方式 他就是還要薰蒸 薰蒸了之後 你到澳洲去 你還要空運 那管消費 薰蒸是什麼 因為薰蒸就是消毒檢驗 把那個病蟲害 類似於薰蒸 薰蒸就是把那個 蟲卵 蒸熟 他過到那邊 就不會 再生出來 所以薰蒸之後呢 就 就是殺菌的意思 對 殺菌的意思 那你到了澳洲去 你中間的這一些 蟲卵 主要是蟲卵 蟲卵那個 太要死了就對了 主要這個東西 兩層在這裡 它要燉到燙 對 它全部會補出來 那你要用煙燻跟蟲卵的 它就死了 日本是用這一招 用蒸的 對 好啦 那這樣子 你到澳洲去 用來一支沒有了 三四百塊的代表 一支三四百塊 對 你如果是澳洲人民 你敢買 哪有可能買 所以說 你們買的這個 好朋友 一帶他的一個網站 他上面講說 你今年五十六公斤 公斤喔 不是公斷喔 好啦 那今年一公斤都 好 那不要講澳洲 我們可以賣日本 賣日本 現在有喔 我來那支支代表的說 來來來 燒日本 那你知道 燒日本 日本全世界有名的 就是品管最嚴格 對 剛剛憲政哥就講了 過去我們的 這一個香蕉 九十八 現在的時候 越來越少 那你講說以鳳梨來講 鳳梨來講 你就還要符合 日方的一個要求 他說你都來 都來 你就還要要求 所以如果一百的 要是兩百的 要三百的 他再這樣說 結果開了條件 我們不能夠接受 結果我們就拒絕了 所以說你要去日本 他當然也跟你說 開大門 走大路 我反映你來 那是沒那麼簡單 但是你要進去 沒那麼簡單 那你就自己會打退堂股 所以說 今天問題來了 今天要補助的 你真的要讓農民 能夠實際收到 農民剛剛這個 黃白天大哥也講 你給我一隻飯吃 你給我一條路走 對不對 你今天的時候 農民製作這麼多 全性這麼多管器 星山鳳梨 我過去也在 新北國菜公司 副總經理 那你今天不是只有鳳梨 你未來還有香蕉 還有其他聯務 甚至於世家 如果說都要外銷的 為什麼你講說大陸 因為有人潮就有錢潮嘛 這東西都是要人家嘛 對不對 所以說你都要銷嘛 不是今天只有鳳梨的問題 來問一下大哥 日本真的很嚴重嗎 沒那麼簡單嗎 我們現在是說 沒辦法出大陸 我們來出日本 真的沒辦法嗎 沒那麼簡單嗎 沒有那麼簡單 為什麼 他們的簡易是 日本的簡易 日本的規格 真的我們 譬如說我估計 我們現在在菜市場買的 我們今天去買 這個鳳梨 會過關不會過關 他這顆來說會過關 這顆出日本嗎 對 菜市場沒有一顆會過關 完全不可能 為什麼 我看起來會死一死 太大顆了 我是外行 你去不然告訴我 太大顆 太大顆也不行 而且他這種熟度到那邊 已經過熟了 這樣就過熟 這個又切一切呢 不行 那在紅很快 你沒有看現在 那如果下天 發光就紅了 我們正在大日本去不是空運 海運 都是海運 海運的週期你要多久 總在貨櫃裡面 它的溫度幾度 結果它下熱的時候 就對了 香港剛才熱的時候 一邊就熟了 一邊就整隻都紅了 阿館 這如果 我們現在水果人要多少 要零下20度的兩鏈 兩鏈的成分比較高 你如果像說日本來說 一定要標準化 因為每一條都會看起來 都一樣 都穿那個亂生兄弟 你不可以大小顆 不可以大關 關鍵都要整個標準化 比挑模特兒還嚴格就對了 對 你看我們你買日本的 日本過來的那個 賴仔什麼人都標準化 都很漂亮 他們日本人就是股毛 台灣我們就是沒辦法 好吃 全部沒辦法去扶桌 一些機器都沒辦法 還有一點 日本的那個 他們那個 商檢 那個藥物的商檢 跟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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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床外的防治 是科技比我們更新 所以他們在檢驗這個 戒殼蟲這件事 因為這次大陸說 我們有戒殼蟲 對 他們在檢驗戒殼蟲這件事情 會比大陸更嚴 對 但是我看到媒體說 雖然日本比較嚴 但日本會讓你 如果檢驗出來的話 這一批 你就用蒸薰就好了 我就蒸過 對 就像剛剛講的 蒸過之後 像芒果 芒果是用蒸熟的 對 那他就讓你蒸 不會像大陸這一 直接的做董 鳳梨不行 不能嗎 不行 鳳梨不能蒸嗎 那去歐洲壘盟 為什麼到日本不能蒸 不行 為什麼不行 一般他們就用水洗 還有那個噴槍 用用而已 不行 所以在日本可能過不了關 過不了關 還有日本他們 我們進出口 我知道他們有一個 301 這個檢驗的機器 那一千幾萬 我們的平科大 我們的虎科大 都有 那科技大學都有 那一千幾萬 300 有檢測 301 含 311 它包括 有生長技術 有那個 牽絲 都檢查出來 那超過 標準值 就不可以了 那日本那個 其實我們也有 你們自己買的 你們是自己買的 對 我們在台灣先 檢驗過不可以嗎 OK啊 但他身份就很高 對不對 他要 還沒熟的時候 預定好了 就先去買來 先檢查 對啊 我之前有交過 佳樂福 我自己在 駕駕駕駕來的時候 我也交佳樂福 我用我的 成本 就去 府科大去檢查 檢查之後 他有一個平證 那是301 還是311 他的標準值是多少 檢驗的身份 檢驗很高 一支 三千五到四千五 你不需要每一支都檢查 不是 你不需要每一支 這支 這樣也是會合啊 如果檢驗過關有平證 但是我跟你講 現在大陸跟他們 他們是用的什麼 什麼二回馬 什麼掃描 我算電腦比較不好 他們都有一個 那個產地資銷 QRCO QRCO 現在都這樣 對 但是我們目前 我們台灣 都農會 還沒有輔助到那裡去 如果農會 叫你們請台灣的黃先生說 叫農會 我們輔助到那裡 拚罐還給它 技術還提升 一定OK 剛剛也談到了政府的角色 其實農民是需要政府幫忙的 不管我們東西多好 還是要推銷 所以呢 其實四年前呢 我們農委會 就已經組了國家隊 在今天我們蘇貞昌海說 要組國家隊 大家就來質疑 又要組國家隊 國家隊又來了 那問題是四年前的國家隊 現在成績單如何呢 台農發公司 就是台灣的農業行銷國家隊 哇 都是國家隊 了解 幾乎都是政府 資助的公司 再投資 這個當然就屬於政府的 一個 一家公司 因為人事也是你們派的 院長 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單位 這樣子的人 居然不讓 立法院來監督 不讓人民來監督 我不知道你們居心何在 這樣委員我來了解看看 那因為要到大院來 也要相當規定 跟相關的資格 我覺得都是安插你們的人士 安插陳吉仲 他喜歡的人的人士 各位報告 中興大學別的學生 如果都是我的學生 我很樂意去年的事業 台農發不是也是 之前農委會說的國家隊嗎 結果台農發 他會激起了解 也沒有把我們的水果 沒有把我們的農產品 推銷出去 好 再接蘇貞昂又講了 又要組國家隊了 對 其實2016年 我們農委會就成立台農發 台農發最主要它是 以民營的方式來成立的 那裡面的大股東 包括台匪 包括趙峰 包括其他的銀行 因為要規避立法院的監督 另外2018年 又成立一個台農投資 2019年又成立一個 台灣農產品的一個銷售平台 我跟你說 那都是國家隊 有夠多 但是你要去問農民 農民說我不知道 你去問農會 有聽到這間公司 但是不知道要怎麼去接觸 他們那些人 就表示他們從來沒有 真的接地氣過嗎 沒有啦 沒有啦 這次用來的事情 也不然你也台農發 台農投資公司 那兩個付席也出來講講 結果 幾年台農發的資本 贏了兩億 幾年後7800萬 剛才贏了三分錢 到底是怎麼贏的 不知道 他們那邊農的農民 他們那些比較內行的說 台農發 本來說說他們要去找回台灣香蕉 銷到日本的榮耀 結果 由三分變成一分 結果他們本來想要怎麼樣 想要自己去做地 去跟台湯做地 一千公圈自己去煎金蕉 那些金蕉就由一萬公圈 變成一萬公圈 你都自己做地 你用繼續的努力 結果 他說與民爭利 另外 第一床才有 你為什麼 我們的國家隊一間就夠了 我跟你說 美國如果做夢幻國家隊 都只有一隊而已 我們不是三隊要跟別人拚 三隊 這裡都會消精 那會不會是醜養 我跟你說 這裡都是醜養的 都會吃飯不消精的 真正叫做消精法 都不會消精 如果吃飯都吃肥肥 叫肥肥這樣 不然你今天為什麼台灣 金蕉的問題 那個鳳梨的問題 國菜的問題 每年都發生 每年都做事 你們這裡都吃飯 所以很多人都會說 那都醜養 都搶一些肥肥 所以你都 立法院都沒辦法 他們吸水都很高 都很高 動輸了都十四五萬 是啊 所以說台灣這樣 就變下去 我跟你說 真的台灣會變下去 你這裡的農民 我們台灣雖然說 不是以農立國 但是農民 畢竟是我們的 農三民畢竟是我們的基本 我們現在要講講 工具什麼 科技農業 農業科技 你知道嗎 就像剛才說毛豆 毛豆的時候 是你種的時候 頭也不可以種 也是一年 兩年 三年 你就是要讓你練 吃褲 吃褲 日本人把你修理下去 一直改 改到沒有 句話你的標準 你沒有咖啡不行 我以前 你到日本的時候也是這樣 他也是給你修理 美女嗎 對 對 修理要去都不行 結果你要怎麼過 你就要上山基頂 上山基頂 灌散之後 幾點鐘到尾 你超過幾點鐘 有什麼就死了 所以說很多事情 我們所有農民 我們是小農 所以我們政府 你台湯 或是這些工家機關 你要整合起來 做客廠 下去做大農 你才可以拚 你如果用我們小農 有很多四個 說什麼國家隊 你剛才說到台湯 連台湯自己的罐頭 都在泰國生產 都不用我們自己的鳳梨 還將什麼國家隊呢 所以我今天看 是不是不知道 我整個吃的鳳梨 都是泰國做的 台湯的鳳梨罐頭 是用泰國鳳梨 不是用台灣鳳梨 我本來叫是台灣的鳳梨 問題是 台湯是什麼 是國營企業 國家隊 台湯的董事長是誰 是我們政府派的 結果我們的國營企業 也不用台灣鳳梨 你要說什麼國家隊 所以我 我不知道 我的國家隊有傭兵 這樣傭兵 第一棒是泰國 這樣啦 農委會過期 剛才有這些事情 他有三支箭 三支箭 第一個 外銷 加工跟直購 直購就用你現場 要儲銷 現在這邊 台湯不需要這樣拿來 現在外銷 預計是差不多三萬公噸 加工兩萬公噸 現在過期的經驗 有台大學者 台大退休副教授 許明仁 許老師在說 過期要收他做加工 加工都要做堆肥 為什麼 你要做加工 哪有那麼簡單 尤其兩萬噸 兩萬噸 加工 你工場 生產線 過去差不多要一年 一年要出來 你工場 加工生產線 要做做 那麼有辦法 所以現在農委會 說要加工兩萬噸 學者給你唱帥 說你這要買 都在在他做堆肥而已 你知道嗎 農民這麼辛苦 我沒有把這些鳳梨種出來 我要做多月不然就打算 所以要處理 台灣過去 六七十年代 過去真的是鳳梨出口 出鳳梨罐頭 全世界第一 台鳳是怎麼來的 台鳳 台鳳是怎麼來的 幾年幾年 出口四百萬 四百萬箱 很大 過去農業出產國家 種鳳梨 像蘆筍 很多都是農業國家 農業立國 不然現在是 我們出產第一的是台積電 所以晶片外交 我們現在晶片立國 轉型 所以現在王來要怎麼處理 所以這 我覺得是很陷 我今天知道 台糖的打臉農委會 你連自己的罐頭 現在是泰國做的 所以這我覺得農委會 現在說的 太誇張了 好 有嗎 會不會 太誇張了 這正確 找我的 場面 閉事 是 捷制 。 感谢观看